好,接着到17条,我看到我有点头痕,因为它在问你长度,长度比较麻烦 这条题目是问你直径是多长,就是问你直径是多长 问你直径是多长,你找半径也可以 这条题目是A,B,A,C,两个Tangent 这个就是考Tangent properties,如果大家还记得 先把A,C等于A Boy A Boy是6,所以A,C也是6 AE是10,CE是4 有这么多资料,我们就要找一个直径 应该都是要你找半径的 找半径就要用到圆心 要用到切线性质,我会这样画出来 我当半径是R A,C,A,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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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,C,A,C,A,C 这些是90度,我会切线性质 我做的短情组 d f 这里也是90度 其实我们可以先找一个EBOYT 这两个加上是10,这里是6 用不时定理计算,这个应该是8 8的2次加6的2次,10的2次 这条是困难的,要慢慢思考一下 这里应该找到了,因为你找到EBOY是8 这点就是8-2的R 另外,所以绿色的这条变是8-R 再用不时定理计算出R 就是4的2次加R2次,就等于8-R的2次 那这个R就应该是3 4的2次加3的2次等于5的2次 没计算都能估计答案 好,照计算吧,R2次撒走它 16R调过来 然后64-16 48 所以R是3 但是留意我们不是找半径,而是找直径 所以答案就是6 那是有点难想的 要想到用2个直角三角形的不时定理去计算 好,接着A,B,C,D 是一个Rombus 零形,记住零形 其实也有平衡四边形的特质 是的,四边平衡,再加四边双等,就是零形 这一倍就是C 所以就对方来做 新的版本是1,C,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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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,D,C,D,C,D,C,D 同旁內角, 兩隻加上180度 因為他們是平衡的, 零形是平衡四邊形的一種 接著已經算完了, 我已經發現 聯心角兩倍的圓周角, 計到這隻是31 31加Veta 就等於118, 三角是外角 所以118減31, 計到答案就是87